白色轿车方蛮车速准备左转进到巷子里 没想到对象车道一台双载机车闪遍不及 迎面撞了上去 他当下是撞很大一声吗 很大一声 换个角度看得更清楚 后座乘客当场被抛飞 在空中转了整整一圈 跌坐在轿车车顶 有路人见状吓坏了 赶紧上前撑伞遮阳 关心状况 翻上去的瞬间没看到了 但是后来才会发现他在车上的 这边的路口要左转吧 撞到的啊 然后那边执行来过来撞的啊 总安的地方啊 对啊 经常出车祸啊 重回事发现场就在新北市板桥 幸好伤者只有擦错伤 送医后没有大碍 只是马路如虎口 同一天下午在桃园平镇 也发生类似车祸 似乎没注意到对象来车 黑色轿车才刚转弯 就被直袭机车懒腰撞上 骑士第一时间爬起来 下一秒却因为膝盖遭受撞击 走没几步路 突然昏倒在地 警方获报立刻到场 要厘清肇事责任 对驾驶进行走测后 才发现是荒唐下肚 幸好凉起意外都不严重 但再看一次惊悚瞬间 还是让人吓出一身冷汗 三连星和黄云凡张运 怎样新移新北台